你永远可以相信宋徽宗的审美 这幅千岭香山图 用了国画中最耗时的三番九染技巧 就是在一幅画上反复染色 第一遍干了再染第二遍 直到最后色彩饱满 而最后一遍照染 需要用一种中国独有的颜色 石青 它是蓝铜矿研磨后的粉末 根据颗粗细不同 分为头青 二青 三青 颗粒越细 颜色越淡 石青的覆盖力极强 是很多画家压箱体的学技 用它画出的山工巨石 在阳光的照射下 能呈现出独特的斑斓质感 宋徽宗在无数作品中 选中了象征大宋江山有的固的 千里江山图 然后把它送给了宰相蔡青 开启了他连金灭粮的战略 但也加速了赔宋灭亡的倒议石